不是这个案子呢 大家大概没听过什么所谓的借到通行 所谓的借到通行的定义其实也很模糊 这个地方好像变成三不管地带 原来呢如果你没有要搭捷运 只是进去买东西或是通行的话 都只能算是借到任何的意外 自己负责 觉得进来就应该要保障我们的安全 走进捷运站就该算是捷运站需要保障的旅客了吗 跟着手机历往下走 有寿司店有的还有邮局 但哪个范围开始就算是捷运站该负责的 不少民众也都不沙沙 我下去消费率上的话 因为那个他是跟捷运站租场地嘛 那捷运站要付钱啊 因为捷运站不是有收他们的场地费吗 这个区就是属于他的 他的property嘛 他的区域嘛 那到这个区域的话 你应该把很多东西都把它管理好嘛 不少人进出捷运站会顺便消费 但也有民众专程来购买特定食物 而其实进出捷运站到底算旅客还是算街道通行 依照捷运站的说法 如果来到捷运站 没搭乘捷运发生意外 捷运公司会依照个案处理 但进了捷运站搭了捷运 在站内发生意外 就算旅客捷运公司有保旅客责任险 但如果没刷卡进站 只做站内消费 一旦发生意外 就只能算借到通行 捷运公司就没投保旅客责任险 多数民众只知道经过黄线 就要禁止饮用食物 但下次走进捷运站 也该知道这站内站外 如果只是纯消费 其实还有借到通行这项规定 人身安全还是得自己多小心 中期新闻张片 王黄纯台北 采访报道